我们今天的节目主题是 日本富山县女童军联盟的交流分享 那我们邀请到新北市女童军会 总共有五位的女童军来到节目现场 哈喽大家好 哈喽大家好 那一开始呢 我们就先请我们新北市女童军会的理事长 柯文玲 哎 理事长早 早 今天难得来到节目现场 是不是先跟我们全国的童军伙伴 介绍一下新北市女童军会 我是新北市女童军会理事长 柯文玲 新北市女童军会成立于民国五十七年 那到现在呢 已经有四十七年的历史了 这几年来呢 我们新北市女童军会 也一直配合政府来推展童军活动 那也希望我们本会 能够全力来展现自己的风乏 培养未来的栋梁 有健全的人格 和健康的体魄 那这一次呢 我们希望也借着这个 国际文化交流活动 能够孕育很多的 具有国际观的地球公民和优质领袖 那在去年103年的1月 我们接受中华民国女童军总会 他们的媒介 日本富山县女童军联盟的一个到访 希望能够接洽结盟的事宜 所以在去年的103年3月21号 那我们在新北市议会 以隆重的欢迎仪式来欢迎日本富山女童军联盟 一行80个人到台湾来做地结姐妹会的仪式 那3月22号 3月23号 我们甲新北市金山青年活动中心 来办理国际文化交流活动 也希望能够搭起友谊的桥梁 让每一个同军能够增广视野 促进联谊 也能够提升两国在教育文化上的认知跟融合 所以我们这一次 也在这个大家去年他们的富房当中 我们今年也决定在104年的5月29号到6月4号 做这样7天的一个国际文化交流活动 首先我在这里呢 我很感谢日本政府 尤其是富山县县政府 他们对同军教育的一个肯定跟重视 完全我们这一次新北市女童军会 一行50人出访 他都帮我们安排整个飞机票 行程跟整个这个三天的一个文化交流的一个安排 这个是值得我们台湾政府呢 大家去富山可以研究的一个地方啊 那日本富山县这一次对我们这样的一个支持 不管在这个行程的安排 以及住宿的都非常的好 所以透过这一次的交流呢 我相信两国之间大家都可以彼此互相学习各国的优点 来促进自己的一个改善 那当然我们有很多的一个规划活动 是由我们总干事他很辛苦 陈玉兰女士呢 他这一次对这个活动整个行程的一个接洽 跟整个行程的一个安排 都最好的一个妥善的一个规划 所以现在就请我们总干事陈玉兰女士 来跟大家讲两国之间的一个活动规划 以及行程的安排 跟如何的集训 跟住宿营火露营 以及这个友谊之间的一个安排 以上非常谢谢 大家早 我是新北市女童军会总干事陈玉兰 当我们新北市女童军会 决定跟日本富山县女童军联盟 办国际交流活动开始 我就积极地与富山县的女童军联盟联络 因为我们有那个语言的障碍 所以特地请了我们李嘉惠团长 他帮我们沟通的桥梁 那个很感谢富山县女童军联盟 他们很重视这一次的那个交流活动 所以他们的那个县政府也非常的支持 由他们县政府跟那个女童军会联盟 请当地的旅行社JTV 帮我们安排所有的行程 规划整个活动 之后呢 我们确定了日期 还有交流活动的行程之后 我就在国内嘛 我就赶快发文跟我们主管单位 就是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发公文报备 然后呢 他就发到各校 各校就开始报名 报名之后我们就统整 总共我们有45个人参与这一次的活动 一切活动规划完成之后呢 我们在行程还办了一个集训 集训因为怎么样呢 在出国之前我们有集训课程 有那个国际礼仪 还有日本一些简单会话的教学 这个还是请我们李嘉慧团长他来帮忙的 集训之后呢 我们就大家都很期待的 期待着那个我们到日本 结果5月29号那天啊 大家都怀着很高兴的心情啊 就搭上我们的专机 就是日本帮我们安排的直飞的 到那个富山空港的飞机 一到那边 他们很热烈的欢迎 在机场的欢迎仪式 是由富山县政府他们主导 富山县警察乐队 慷慨激昂 悠昂的乐音帮我们怎么样呢 迎接入场 那富山县教育局 他们的委员会 还有生涯发展委员会的委员 富山县女童军联盟长 他们的亲自欢迎接待 在大会当中支持大家 彼此自尊纪念品 然后呢 双方就来个大合照 创下了我们新北市女童军会 第一次造访 富山县女童军联盟的 历史的一刻 所以第一天晚上就是 整个欢迎会 晚宴的场景 安排的非常温馨 圆桌的摆设 桌上摆有丰盛的佳肴 还摆着贵宾的名牌 晚宴开始 首先由双方领导人致辞 就揭开了交流的序幕 大家开始快乐的交流活动 一边享用佳肴 一边观赏着日本传统舞蹈的表演 大家在欢乐的气氛中 彼此交流 彼此认识 让大家留下美好的回忆 接下来就是到了第二天了 那我们第二天呢 就会进行有所谓的 同军的一些活动 那是不是就请那个 刘绝如团长来为我们介绍 第二天你们参加了什么活动 各位伙伴 大家早安 经过了第一天的欢迎会及开幕的仪式 中日的幼女童已经渐渐的熟识 所以第二天一大早呢 大家就带着很愉快的心情 到不动动营区活动 然后一大早呢 就体验做寿司party 哇 真是让人惊喜啊 除了主办单位呢 以备妥了道合寿司 小队呢 大家都互相协力的合作 然后完成了三角寿司 然后用完早餐之后呢 就分小队 然后每队都有穿插 日本女童跟台湾女童 然后以五人为一小组 然后分三站 然后紧接着 就是很欢喜的 开始做分站的船航活动 然后每一站呢 都有35分钟的时间 三站呢 分别是第一站 利用大自然的素材 制作小卡片 让新北女童 与日本联盟女童 以DIY的方式 满心欢喜的制作卡片 然后第二站呢 有认识植物 就是让大家可以 亲近大自然 第三站呢 是信任伙伴的游戏 可以体验盲人摸像 养成大家独立自主的精神 好那接下来就到了晚上 我们就来请这个 现场有一位小青蛙 她是王楼真 我们来请她来介绍一下 第二天晚上有什么样的活动 各位听众早安 在第二天的晚上有萤火晚会 虽然天后不佳 采取室内萤火 但是台日女童军的热情与活力 热情奔放的舞蹈 起舞足取 无可历利的悠扬月音 可爱娇羞的小苹果舞曲 赢得了日本女童军 服务员的极度掌声与喝彩 再再显示 新北市女童军为了这次的文化交流 毛族权利 积极认真 有备而来的雄壮气势呢 晚上 新北市富山女童军们 还有团长 服务员们一起在 快幕山林中的帐篷里 度过期待 激动 疲累的一晚 在短短的第一天露营中 我们经历了晴天 阴天下雨天 即使夜半时刻 因大雨声响 干扰睡眠 因帐篷滴水 浸湿而春伞抢救 而疲累不堪 即使因为天雨 无缘看见丽山的浩瀚繁星 但这些点点滴滴 都将成为我们第一次 造访日本富山县女童军联盟 心中最美的回忆 最深刻的回忆 那你们几个人睡一个帐篷 一小队睡一个帐篷 五个人 对 五到六个 那也有日本女童军在里面 对 那那天晚上你们有交流吗 就是会跟日本的女童军 就是谈行利用英文 利用英文 那表示你英文程度很好 还好 那如果你的其他小队员 如果语言不通 是不是也要透过你翻译 有的时候 那你日文不是也不错吗 我日文就是一些平常的日常用 再来就是第三天的活动 那我们邀请到这个常务理事蔡树梅 来为听众朋友介绍第三天的活动 各位听众 大家早安 我们第三天的活动 早上呢 我们是进行分战闯关 那我们有几个重点 第一项呢 是属于茶点 第二项是属于民族服饰的体验 第三项是手工艺的制作 第四项呢 是户外的活动 那因为呢 日本他们是地主 户三线他们是地主 所以呢 户外的活动呢 就完全是由那个户三线呢 联盟他们这边呢 来设计各项的活动 像日本的剑球 踩高桥 呼拉圈 跳绳 竹蜻蜓等等 那我们呢 是属于呢 负责的是有茶点 那茶点我们有带去呢 台湾的乌龙茶 高山茶 还有呢 我们团园里面呢 有一位团长哦 就是刘洁如团长 他呢 非常用心的 帮我们制作了300个 青蛙造型的手工饼干 然后我们也带了一些 我们台湾的特色 像凤梨酥 还有一些台湾的糕点 来做茶点的材料 那民族服饰方面呢 日本是提供了和服 那我们带去的是 我们中国式的旗袍 让每一小队呢 都可以做这个服装的体验 试穿 然后拍照 那手工艺方面呢 我们新北市女童军会呢 我们带去的是 天灯的彩绘 跟少带的制作 那这个天灯呢 彩绘呢 对于他们日本的女童军来讲呢 也是一个新的体验 那我们这个呢 就是一种有祈福的作用 那少带的就是有金刚节的制作 可以挂在胸前啊 它上面就是有配上那个哨子 那下午的时候呢 我们呢 是参与日本富山县所提供的 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烤板手工艺 那个每一块板子呢 就好像是他们 以前早期的那个门牌 它是一个木头的 那上面都有那个涂上 那个黑黑的 类似好像是那个薄油 那我们必须用硬的刷子呢 把它轻轻的磨掉以后 那不能破坏到那个木头的纹路 然后呢 他们还提供我们的 那个彩绘的原料 那类似像亚克力的原料 它有各种的颜色 那我们呢 每一个人呢 可以制作一块 那它有一个说明啊 很大的一个看板呢 有在上面说明 就是我们把它用铁刷磨好以后呢 我们要先打动 就是固定两个钉子 那钉子上可以细上那个绳子 你彩绘之后呢 你可以把它挂起来 一个很漂亮的装饰 那我们的女童军 还有我们的团长们呢 大家都发挥的创意 都在上面呢 制作了很漂亮的图案 所以呢这些啊 就是让我们大家都能够发挥创意 也是很好的一个设计 那我觉得呢 对于这次我们去日本 跟这个富山县的女童军们 这样交流 我印象非常深刻的 就是小队的分组 因为我们一开始 他们呢 就以他们的日本女童军当小队长 然后我们的女童军呢 是当富小队长 他们就给他编在一起 所以一开始 他在那个设计这个活动的时候 他们就是拿着我们的 女童军的名字哦 写在那个纸上 书面纸上 然后来找人 所以呢 很快的我们的女童军呢 就跟他们的女童军 就是融在一起了 我觉得这个设计非常的棒 还有第二个 让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 我们每一次在欢迎会上也好 或者我们在开幕典礼上 或者在闭幕典礼上面 他们呢 都一定会派女童军 来主持这个活动 担当主持人 这个是一个很难得的 然后呢 也一定都有女童军来致辞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将来也是 我们需要努力的一个方向 第三个呢 就是自然之家呢 让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那个地方是一个非常接近大自然的 很天然的一个活动场所 听说在我们去的前一个月呢 他还积雪 那我们去的时候 雪已经融化了 他整个的那个住宿的地方 还有用餐的地方 全部大家都是要打四角的 只要你进入了那个活动中心 每个人就是要把鞋子呢 放在那个旁边 那个有鞋柜的地方要摆好 那你看喔 他们能够管理那么大的一个场所 而且呢 非常的干净 没有任何的纸屑 这个也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 那我们呢 住宿的地方呢 我们就是自己要维持清洁 就是呢 你要让下一个人使用的人呢 他能够很容易的 很快的就直接可以使用 我觉得他们这个观念非常的好 就像他们的厕所 每一双拖鞋呢 的头一定是朝内 排得非常的整齐 就是让下一个人 要来上厕所的人 他直接就可以穿上这个拖鞋 所以他们有很多很细微的地方 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那他们的用餐的地方 是采自助式的 我看到他们的服务员 工作人员 都非常的优雅 不像我们这里餐厅的 那些工作人员 好像都会满头大汗 好像很忙碌 原来他们的洗碗机 是自动洗碗机 所以呢 我们用完餐的时候呢 我们每个人呢 必须呢 把我们自己的桌子呢 擦干净 他有放那个抹布 就是使用完以后呢 要把抹布放在那个抹布槽的下面 然后他干净的放上面 那个使用过的放下面 所以呢就是 他们这样一个观念就是 我们用完离开以后 他还是恢复很干净的一个场所 随时谁进来都可以呢 在那边用餐 这个也是让我呢 很感动的地方 以上 谢谢大家 再来我们继续请我们的 现场的小青蛙王柔真来为我们介绍 第三天 你们在玩什么 第三天我们就有分站的闯关活动 然后有许多活动 有竹蜻蜓的制作 还有一些日本的 他们的一些童卵 还有台日的服装 让我们可以试穿日本的和服 真的非常的漂亮 而且虽然鞋子走起路来 会有点难走 可是还是觉得非常的优雅 第三个晚上 你们还是睡在那里对不对 我们是睡那个 栗珊青少年之家 还有发生前一天晚上漏水的情况吗 就没有了 聊一下你晚上都跟日本女童鸡 你们都聊什么话题 就是聊早上之后的一些心得感想 没有什么女生的悄悄话吗 比较没有 因为还不熟是不是 对 可是后面就是到后来最后一天的时候 大家就讲话就是比较熟了 就是比较没有那个 距离 对 距离 最后呢 请五位来帮我们同学伙伴分享一下 你们这次日本交流的一个心得 是不是先请科里市长 对于这一次的中日两国的一个国际文化交流活动 我个人深感日本富山县政府啊 对同军的一个重视和支持 这个也是让我觉得感受到很感动的一件事情 那富山县这一次因为他们帮我们直接安排行程 回机票 那富山县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淳朴的乡村的一个城市 他的西边呢是刚好是黑布利山的一个路口 所以我们的飞机是直飞这个富山县啊 那因为这一次的行程也让大家嚮往的 就是能够到黑布利山去看他的冰壁啊 两边的那个冰山雪壁啊 那这一次我们去 我也觉得受到他们很热忱的一个招待 就是日本茶道 他们的日本茶道是那种高规格的啊 那种日本茶道来邀请每一个女同军服务员 还有我们这些重要干部成员啊 去接受他们的一个茶道之礼 我觉得这个是高规格的一个重视的一个地方 那当然在这个当中呢 我们刚刚有很多伙伴也讲了 对于这一次的整个行程安排规划 还有这个分战以及露营 整个的一个活动安排 以及他们当地的这个自然之家 这个整个的一个大环境 这些里面的这些设施设备 也都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啊 当然这个我发现到 日本的这个女同军 她们是真的是实际在参加露营 就是你参加露营的话 自己要背带 露营的这个请聚 什么都是由自己来负责啊 那我发觉我们台湾的女同军是 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啊 第二点就是也享受这一次 大家都在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啊 还有一点最重要的就是 她们整个的一个欢迎看板 这个整个的一个欢迎看板设计的也非常的漂亮 而且也非常的让人能够发自内心的一种温暖 也就是说有每个人写好在一张简纸上面 写上你自己感动的话 再把它贴在那个欢迎看板上面 我觉得这个也是值得大家互相彼此学习的 当然我们新北市女同军会 有很多也是她们认为说跟我们学习的优点啊 所以在这当中 我觉得这次的中日国际文化交流 两个同军的一个交流活动 大家不管在文化上 或者是同军的一个交流上 大家都彼此从学中做做中学 大家都能够互相肯定 两国的一个同军活动 这个是一个最好 那像我们不管在大人这个服务员也好 这个女同军还是小青蛙也好 她们也真正的能够实际体会到 这个同军的乐趣 而且增广视野 那这个也有国际观的一个观感 让每一个同军呢 能够真正的在文化上 教育上的一个融合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借着今天这个机会 我们接受汉声广播电台的 同军节目的邀请 我们来做一个分享 在这当中我想我要跟各位 同军伙伴做一个分享 就是这一次新北市女同军会 到日本护山县 来做参访跟交流 当中呢 我们也受到北日本新闻 跟护山新闻 两家大媒体的一个采访 让我们在整个活动当中 也受到日本的重视 再就是8月14号到8月17号 将是全国女同军大陆营的活动时间 我们欢迎想参与同军活动的各位伙伴 你们来报名参加 以上是我们新北市女同军会 诚挚地邀请各位 谢谢 我们继续请我们陈总干事来为我们分享心得 这次整个交流活动 要感谢富山县政府与富山女同军联盟 为我们做完整的规划 在这次的交流活动中 让我们更了解日本的文化 风俗 民情 他们的行为举止 彬彬流离 有条不问 谨守时间的观念 是值得我们学习 再学习 这次此行可说 收获满满 不但增加了视野 也拓展了国际观 更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好 接下来我们请蔡树梅 常务理事来为我们分享心得 这次呢 我们跟日本护山县联盟的一个交流活动呢 让我深深的体会到 一件事情的促成呢 一定是要配合着天时地利人和 这个呢 通通能够具备了以后呢 就能够呢 很完美的呢 把一件事情完成 那我也看到了我们呢 李市长 总干事 他们呢 事前呢 非常的辛苦 那非常的认真的呢 跟日本这边呢 来做联系 那也非常的感谢呢 李嘉惠团长哦 来做这种协调的工作 那我觉得啊 我真的很感谢说 因为我是童军 所以呢 我这一次能够参加的这个活动 让我呢 也开了眼界 那真正的也进一步认识了日本人 他们有很多优点 也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那我们的女童军呢 也借了这一次的活动呢 他们真的也是呢 收获满满的 谢谢 接下来我们请刘杰如 刘团长来为我们分享 对于这一次的文化交流呢 整个活动设计呢 都是日本人设计的 然后我觉得日本人他们做事非常的严谨用心 然后露营活动啊 分站 课程设计 一些文化都有充分的利用 自然的资源 然后设计也非常的完美 让我觉得日本人做事真的很坚持 还有很细心 然后在分工上呢也非常的完美 然后大家都不愉悦 不抢工各式体质 这真的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然后也让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美好的回忆 好 接下来我们请王柔真来为我们分享 我觉得这是最深刻的 就是他们做事非常用心 细心 整个的活动设计都非常的完美 让我想再玩一次 而且他们总是会替别人着想 每次见到他们 他们总是笑咪咪的 他们对别人的感受非常的重视 所以很常都会替别人着想 例如别人要坐椅子的时候 他们总是会先帮别人把椅子拉开 让我很深刻的感受 感受得到他们的用心 然后我们在后面几天的时候 有遇到英国以及法国的记者 让我印象也是非常深刻 他们问了很多问题 例如我们到日本要干嘛 然后在这里待了几天 让我觉得这是突如其来的 觉得非常的紧张又兴奋 在接受访问的时候 虽然只有我一个人敢讲 可是在后面的人也是有一些提示 我觉得英文是很重要的 可以和许多人沟通 所以我以后一定要把英文学好 才可以出国旅游 拓展我的国际观 然后也可以成为有国际观的 地球公民和幼稚领袖 各位 voiceover 在取消狲前面 会认识 你不想干什么 因为这样子 会认识 请休息 请休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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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